你听说了吗 喂 喂 十一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怎么了 你说吧 最近天气十分寒冷 外面都已是冰雪覆盖了 上回我们新来的邻居都已安顿好了吗 都好了 大家都已经住下 不过 我好像听说 听说了啥 我听说来这的租客有几个姿色十分不错 有美女 你等我一下 我去换这件衣服 我听到好像有人在叫我 那我里面玩的黑鬼 吓死我 黑鬼 你也太失礼了吧 初次见面就这么没礼貌 你不也是吗 我就说了一句美女 你自己就凑上来了 真不要脸 实在太没绅士风度 我走就行 我换好衣服了 你说吧 你咋换了这样一件衣服 说话语气都变调了 要你滚 隔壁的邻居到我们这已经三天了 据说有一位长得十分不错 是一个小美女 是我十一不够漂亮 还是你大头眼光高 你们一个大美女就站在你面前 你还看上了别的小美女 你就别在这添乱了 什么 对 我添乱 我下岗 我无理取闹 那你去找画画吧 她比我温柔 比我善良 比我支书达理 我也没说啥 你咋冒出这么多次 你这么无视我 冷漏我 忽略我的感受 我好羡慕 那只被你仰恶的小猫 我嫉妒 嫉妒 发疯一样的嫉妒 你胡说 说的我好像侮辱了你 你难道不就是侮辱了我吗 你迷惑你吃饭的是我 喝水的是我 看星星看雪看月亮的是我 你却对我一点都不心动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你说的到底是个傻伙 C PO都要被你干烧了 我就说了 你这么几句 你怎么能冒出这么几十句 所以现在就是对我没耐心了 是吧 对我厌烦了是吧 对我失去沟通欲望了 是吧 那你还站在这干嘛 花花就在那 你去找她啊 她在你心里的地位 是那么的崇高 那么的尊贵 我在你面前 没有自我 没有自尊 我只希望 你不要这么的欺负我 你讲讲道理好不好 我怎么会欺负你 我不要 我不要 这个时候 还有什么道理可以讲 你的一字一句 都是那么的扎心 那么的自补 我就像一个自卫一样 浑身伤心 都被你炸的千疮百孔 像是 像是 像是什么 像是脑子瓦特了 我觉得要找弟弟医生 咨询一下病情 才能知道它怎么了 也对 我们去吧 经过我的调查发现 使衣应该是 大脑内部海马体最深处 出现一个小印记 印记约有两毫米长 无血肿 无肿胀 无转移 化验结果显现出良性 同时患者体内 长时间分泌 雌性荷尔蒙激素 这种激素 诱导它会做出 一系列无意识的行为 比如吃醋 嫉妒 厌烦 焦躁 无理取闹 到最后的发疯 再到最后的 医生 能说人话吗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他喜欢你 嗯哼 嗯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